大家好,今天是1月14日星期四 昨晚美国有消息说 美国不会制裁腾讯和阿里巴巴 所以今天科技股急升,带领港股上升 行政指数开始升172点,国企指数升97点 科技指数升105点,腾讯升2%,令指数升54点 阿里巴巴升3.6%,是升幅最大的蓝筹,令指数升51点 美团升2.16%,令指数升29点 还有平保升1.68%,令指数升24点 相反,金融股下跌,有邦保险跌0.69%,令指数跌21点 上证综合指数开始跌0.38%,上证综合指数跌13点 杜库改变主意,重新买被美国制裁的蓝筹 例如中国移动联通等,这些股份上升,中国移动上升2%,联通上升1% 中学油上升2.6%,中车上升6% 保理协欣协欣集资42亿,股价升13% 但其他新能源股下跌,福尼特玻璃跌6.8%,殉尔国能跌4.8% 殉尔能源跌2.8% 汽车股个别发展,吉利升3.4% 但其他汽车股下跌,比亚迪跌2.87%,上证跌1.9% 开始后,港股升幅一度收窄到不够100点 但后来又再急升,上午收市恒生指数升139点 国记指数升79点,科技指数升201点,成交1396亿元 下午港股升幅扩大,恒生指数升200多点 最多升273点,收市恒生指数升261点 国记指数升114点,科技指数升225点,成交2077亿元 主要都是科技股大动,腾讯急升5.3% 大动港股上升,后市继续有得升